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本应该呵护儿童成长的机构 却爆出了性虐儿童事件 我国警方接到情报之后 在前天突袭了位于许兰娥和森美兰州的 20家儿童福利院 发现里面有402名年龄介于 1到17岁的儿童或者少年 沦为被剥削性侵虐待的受害者 全国总经长拉扎鲁丁 今天在吉隆坡召开了记者会 他说这400多名孩童 或已经是第三或第四批次的受害者了 获救之后 目前被妥善地安置在吉隆坡警察训练中心 并在福利局和卫生部官员的协助之下 为获救者进行身体检查 拉扎鲁丁就说 初步鉴定 共有13名儿童惨遭毒手被击间 其中有172名孩子伤痕累累 身体满是新旧伤 而且情绪也不稳定 甚至有部分孩童有发育成长障碍 他说其中10名患有残疾和自闭症的儿童 以及49名5岁以下的儿童 已经交由社会福利局 暂时安置在另外三间庇护所 更令人震惊的是 警队一哥说 这些获救的孩子并不是孤儿 他们是被父母以接受宗教教育的名义 亲手送入儿童福利院的 那根据警方说呢 被取缔的这20家福利院 隶属于一家叫做Global Equine的 私人有限公司 简称GISB 那很多受害者的这个父母呢 他们都是这一家公司的成员 这些孩子啊 多数在两岁的时候 就跟他们的父母分开了 然后就被安排寄居在这个儿童福利院内 没有上过正规的学校 只在机构内学习 甚至呢 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自己的亲生父母 他们的父母啊 则被这一家公司安排到 这个沙特阿拉伯啊 或者土耳其等等国家去工作 那警方现在正在调查的其中一点就是 这父母跟孩子 他们的分开是出于自愿的呢 还是被强迫的 那到底这个GISBH集团是什么来头呢 根据他们的公司网站介绍呢 他们成立的目的 是在教育 艺术 文化和序幕等各方面 推广伊斯兰生活方式 并强调将真主阿拉 视为终极的爱 既要受人尊敬 也要令人敬畏 这一家穆斯林私人企业集团的业务 遍布多个国家 拥有5000多名员工 不过警方怀疑 这个公司呢 是一个异端组织的分支 而全国警察政治部 也正在监控他们 其实啊 根据报道 警方早在2011年就已经接到了关于这家公司的投报 那为什么要隔了十几年才采取行动呢 拉扎鲁丁说 因为警方必须在掌握足够证据 而且时机成熟之下 才能展开逮捕行动 而在前天的取缔行动当中 警方一共是逮捕了171个人 包括有关的管理员 宗教司 社监 其中呢 12人呢 未成年 剩余的159人呢 已经获得严扣 那拉扎鲁丁说呢 警方将会从多个角度 包括援引儿童法令 儿童性侵罪 性侵罪案法令 贩卖人口及返运移民法令 刑事法典以及其他现有的法令 对这个GISV展开调查 有位案件呢 涉及滥用宗教和儿童性侵 首先安华今天出席活动时就表示 这对穆斯林群体来说 是件大事 而且事态严重 他说 除了让警方依据法律 展开调查和行动 宗教机构 特别是伊斯兰发展局Jakim 也应当有调查 教育和给予建议的权利 不要再拖延了 首相呢 已经促请相关机构 立刻采取行动 展开调查并提交报告 那针对被人指控 说他们涉嫌性虐待儿童 甚至教导孩童 机肩等等行为 这家公司呢 昨天就发文告否认 他们的首席协调员 阿迪阿塔米 今天再发视频 做出声明 他说呢 机肩呢 这种现象遍布全球 甚至在马来西亚 这种事情也是十分猖獗 他说要防止这种现象 是不容易的 儿童可以从很多方面 看见包括手机啊 朋友学校 居住的地方 路边遇到的人 任何地方都有可能 他认为呢 儿童有好奇心 好奇心非常强 而且喜欢尝试模仿 这也是很难防止的 并且呢 也不需要任何具体的指示 或者鼓励 他们都可能出现 类似的行为